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胆肃。 感谢大家。 胆素也称为胆碱,是人体的必须营养素之一,存在于某些天然食物之中。 与胆红素并不相同。 胆红素是棕黄色的有机水溶性化合物,为粪便中最主要的色素。 胆素是大部分新陈代谢步骤中所需要的甲肌来源。 人体在肝脏中可产生少量的内源性胆素。 产生的主要是磷脂鲜胆碱,但合成的量并无法满足人体所需,因此还是需经由饮食来补充。 胆素也是协助脂质代谢与肝脏健康的必须营养素,属于一种水溶性的化合物,构造相近维生素B。 因此胆素常被归类于维生素B群之中,发现的时间比其他的维生素都早,却有许多定义与维生素不同之处。 如维生素是人体不能自行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可胆素却可在肝脏生成,并且是构成细胞膜磷脂质的重要成分之一。 也是人体合成肝氨酸的原料之一。 和其他维生素相比,人体对于胆素的需求量极大。 胆素也并不是维生素也不是矿物质,但却有其相似性。 胆素的作用 1. 记忆力的维持 卵磷脂最主要的成分是磷脂鲜胆碱,可助修复脑神经受损的细胞膜,并能够协助神经传导物质。 以吸胆碱的合成使记忆力维持在大脑的正常水平。 2. 维持记忆力以及学习力 以吸胆碱,主要的功能是神经细胞的讯号传递。 当体内的胆素不足时,以吸胆碱的作用会受到影响,导致脑部的记忆力与学习力降低,并有研究显示。 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脑中以吸胆碱含量比正常人低。 3. 延缓脑部老化 胆素可为人体合成帮助记忆功能的以吸胆碱,并且能够协助维持神经细胞膜与神经水壳,以及脑细胞之间的联络点完整,可有利脑细胞讯息的交换。 因此,胆素能延缓中年以后脑部的正常老化。 4. 合成细胞膜磷脂质 胆素可协助合成细胞膜结构的磷脂质,如胆碱磷脂以及神经磷脂,使细胞膜维持完整性,也能够协助大部分新陈代谢所需,并也是人体合成肝氨酸的原料之一。 5. 避免肝脏堆积脂 胆素在身体中可发挥许多作用,并且也是卵磷脂主要的组成成分之一,能够协助身体运送脂肪到需要的细胞中。 6. 避免脂肪堆积在肝脏之中 6. 胆素是一种必须营养素能帮助身体的各种功能。 7. 例如 7. 细胞生长与新陈代谢 8. 也有助脑部发展以及维持记忆 8. 并且是神经传导物只以吸胆碱的先值 8. 能够参与肌肉控制、脑部记忆等许多作用,也是人体结构成分之一。 8. 可合成细胞膜结构的磷脂质,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 8. 身体需要胆素来合成磷脂纤胆碱和神经翘磷脂。 9. 这两种是对细胞膜相当重要的主要磷脂。 9. 因此,所有植物与动物细胞,都需要胆素维持细胞结构的完整性。 9. 此外,也是重要神经传导物值的先值,在情绪、肌肉控制和调节记忆。 9. 与智力方面以及神经系统等功能重要的神经地质,并且在调节基因表达、胆囊调节、细胞膜信号、卵磷脂形成、DNA的合成。 9. 协助荷尔蒙制造和代谢脂肪与胆固醇,以及神经系统维护等,都需胆素的协助。 9. 胆素是许多新陈代谢中所需甲基的来源。 9. 与人体脂肢转运和代谢以及大脑发育都有重要的关联性。 9. 且胆素还能够增强记忆,有助大脑的发育,减缓与改善焦虑症以及其他精神上的障碍,对于人体有许多作用,并且也是卵磷脂的组成成分。 9. 能够协助身体运送脂肪到需要的细胞中。 9. 避免脂肪在肝脏堆积,减少肝脏过多的脂肪。 9. 此外,还能够协助肝脏和大脑正常运作,以及分解脂质并转化成能量,并可降低同型半光氨酸水平,来帮助减少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9. 大部分食物都含有胆素,但有少部分的人,可能会需要服用补充剂以确保摄取足够。 9. 胆素还可能降低罹患脂肪肝、肌肉损伤。 9. 与神经系统方面疾病,以及其他健康状况等风险,如帕金森氏症以及续发性的运动障碍都有益处。 10. 失智症是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治疗的疾病之一。 10. 当记忆力衰退,行为能力的大幅退化。 10. 与性格变化大等情形发生时,在一开始并不会有所感受,却会使人非常担忧。 10. 随着科学家们逐渐分析出各种失智症的原因。 10. 预防失智症的办法也让更多人知道,并且不少都证实有其效果。 10. 在2019年时,芬兰科学家研究分析2497名42-60岁非失智症的男性生活饮食。 10. 其中482名男性在4年中完成了5次不同认知能力的测试。 10. 并在21.9年的随访中,有337名男性被诊断出罹患了失智症,并发现胆素跟磷脂吸胆碱。 10. 摄取比较多的人,比摄取较少的人,失智症的风险降低了28%,可胆素的总摄取量和失智症发生风险并无关。 10. 在这项研究,也评估了,大脑额叶和念叶功能的认知,在测试中,发现总胆素和磷脂鲜胆碱的摄取,能够让口语、记忆力与认知能力等有更好的表现。 10. 研究团队也表示,这发现意义相当重大,因为随着人口的高龄化,这状况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 10. 过去在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中,发现胆素可以维护大脑,减缓退化与衰老,芬兰的研究,更证实了,饮食对大脑会有所影响,胆素能够在健康,大脑功能,心脏健康,羽肝功能以及怀孕时发挥关键作用。 10. 当适量补充有助年长者记忆能力的改善,在怀孕期间摄取足够也有助于胎儿脑部的发育,并曾有部分研究,也发现可助改善躁郁症的症状。 10. 胆素的缺乏 1. 脑部 10. 胆素与人体脑部的发展有所相关 人体需以吸胆碱来协助脑部细胞的神经传导 可胆素一旦不足,以吸胆碱的作用便会降低 当以吸胆碱缺乏,就容易会使记忆力与学习能力下降 2. 肝脏 胆素缺乏还可能使得肝脏脂肪的堆积 目前已有研究发现脂肪肝患者在补充胆素后能有所改善 但还需要更多研就来证实胆素对肝脏脂肪堆积的影响结果 3. 孕妇 怀孕期间胆素的缺乏容易会导致出生缺陷 也较易出现认诚并发症 如先兆子贤与早产等情况 胎儿也有较高的几率出现神经管闭所不全的情形 因此孕妇摄取足够的胆素是非常重要的 胆素缺乏的症状在未怀孕的健康人是很少见的 这可能是由于身体内原性合成胆素上的足够 但吃素的人会较容易出现胆素摄取不足的问题 胆素的缺乏容易影响脑部之外 还会对肝脏造成影响 虽然胆素的缺乏症并不常见 可过去炎就曾发现过 缺乏时较容易会导致肝损害 肌肉损伤 非酒精性脂肪肝等情形 当有缺乏症时 脑部与肝脏是最容易会发生状况的部位 此外 在怀孕期间如果摄取不足 也较容易增加婴儿出生后神经管闭所不全的几率 并可能发生先兆子咸 胎儿出生时体重偏低 以及早产等怀孕相关病发症几率提高 有一项研究发现 更年轻女性经常饮食缺乏时 有73%的几率会出现肝脏与肌肉损伤 胆素过量 一般情况而言 要一次摄取大量的胆素补充剂 才容易会造成胆素过多的症状 当摄取过多时会导致许多的症状 这些症状包括有 呕吐、头痛、中风、低血压、肝损害 出汗过多 流咸过多 心脏病已发作 身体有余腥味 和肝毒性等症状 胆素摄取也已被证明会增加TMAO的产生 TMAO是与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有相关性的一种物质 当过量时本身患有三甲肌按尿症 肾脏疾病以及巴金森氏症的患者容易使得症状加重 需注意摄取的时期 一、孕妇 怀孕时摄取足够的胆素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胆素能够协助胎儿大脑和脊髓发育 缺乏时容易导致 唇裂、尿道下裂以及心脏缺陷等出生缺陷状况 此外 更有研究发现 平时有摄取适量胆素的父母、孩童的注意力 记忆力与解决问题等能力会较佳 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 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在高达65%的超重人群 与90%的肥胖者会有NAFLD的情形 一般情况脂肪在肝脏中积累通常是良性的状态 当有NAFLD容易会导致脂肪性肝炎、纤维化 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和肝癌等疾病 胆素与磷脂鲜胆减 在协助肝脏转运脂质时相当的重要 因此当胆素缺乏时脂肪就容易会积聚在肝脏中 导致NAFLD的发生 三、耐力运动员 当在长时间耐力运动时胆素水平会下降 可目前尚不清楚服用补充剂是否能够提高表现 四、酒精摄取较多 酒精会增加胆素的需求 以及胆素缺乏的风险 特别是当胆素摄取量较低时 更容易发生缺乏的情形 五、更年期女性 在女性更年期时雌激素水平会下降 雌激素能够协助人体产生胆素 因此当有缺乏雌激素的状态下 胆素缺乏的风险就会更高 会较须注意摄取胆减的人包括 孕妇、素食主义者 患有某些遗传疾病 与通过静脉进食 以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情形 大约有90%到95%的孕妇 摄取的胆素比所需要的量更低 并且产前膳食补充剂胆素含量都较少 无服用液酸补充剂的孕妇与哺乳期 和维生素B12水平较低 以及亚甲基四氢液酸脱氢酶 具有常见变异的妇女 都会有更高的风险缺乏胆素 导致代谢所需的甲基酷减少等状况 有证据表明 血浆或血清中胆素水平较低 与神经管缺陷风险增加有关 但认诚其血浆中胆素浓度 跟后代神经管缺陷之间并无相关联 当人体中基因的DNA序列中存在变异 这些SNP会对膳食胆素需求产生强烈影响 有长期接受全肠外营养的成人 与婴儿血浆胆素浓度较低时 也较容易会导致肝脏异常 与NAFLD等症状 胆素的来源 1.蔬菜类 蔬菜类有甘蓝、花椰菜、胡萝卜、豹子甘蓝、十字花棵蔬菜等 2.肉类 肉类有牛肉、鸡肉、猪肉、牛肝、家禽、鲑鱼、雪鱼、金腔鱼、动物内脏等 3.奶蛋类 奶蛋类有鸡蛋、牛奶、酸奶、甘酪、乳制品等 4.坚果豆类 豆类有 小麦胚芽、全麦卷心菜等 胆素广泛存在各种食物之中 大部分存在食物中的胆素是以软磷脂的形式 身体虽然可以在肝脏中产生内源性胆素 但因为合成的量不多 并无法满足人体所需 因此 还是必须从饮食中摄取胆素 鸡蛋是最容易摄取胆素的食物 一般情况一到两颗鸡蛋就已经足够 有少部分人可能因为担心胆固醇而不吃鸡蛋 其实鸡蛋中含有的胆固醇并不会导致太多问题 虽然不会导致太多问题 可有食用鸡蛋时 还是必须减少摄取其他含有高脂肪的食物 胆素是构成细胞膜的保护成分 所以在动物性食物中含量会比较多 并且也存在于母乳与部分植物之中 所以胆素缺乏的可能性并不高 动物食物中含有的胆素 比植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并且植物含有胆素的量 也没有奶蛋肉类的多 大约少了一半以上 因此完全不吃奶蛋类的全素者 就较容易会有摄取不足的情形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我们下部影片